蛇为什么会爬到床上? 有时候会爬到床上来 那么,蛇为什么会爬到床上来呢? 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避免蛇类进入家里 要堵塞好漏洞 家里的门窗晚上要关闭严实 一般蛇晚上活动得多 晚上潜入家里躲藏 吃老鼠等行为比较常见 他们来家里主要是寻觅食物 堵住家里蛇可以出入的漏洞 就是最好的驱蛇之道 蛇爬上床并不是为了咬人 也不是为了寻找食物 一般都是躲藏 找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 蛇类喜欢在阴暗的地方休息 老鼠洞是他们最理想的栖息场所 被窝里能够满足蛇类躲避的环境 爬上床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并不是来报复你 另外,深秋一到 蛇类开始寻找冬眠的地方 特别是当年刚长大的蛇 没有寻觅冬眠场所的经验 会误入家里 感觉家里比较暖和 夜晚外面冷 他们溜进家里 寻找避寒的场所 然后上床可能性也比较大 避免蛇上床最好的方法就是 防止蛇进入家里 堵塞门窗戏缝 然后主要房屋周围的清洁工作 没有太好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